大家好,我是老庸,歡迎收看剪輯養成學習 今天我們要談的是第18課 就是多基剪輯跟對位的方式 其實多基剪輯現在越來越多人使用 那當然在以前很早期的年代的話 如果要使用多基的話是非常的困難 那當然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去錄製的時候 就是去使用ELP就是一般的導播系統 然後有攝影師導播還有其他的工程人員 然後來協助一次完成 那當然這是最好的 但是大家也知道現今這個時代能夠省 就盡量省 所以就會採用很多的設備來去拍攝 然後到後製來去使用多基模式來做剪輯 當然這是一種方式 但是要使用多基剪輯的話 有幾個注意事項需要知道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在使用多基的攝影設備的時候 盡量採取同一個廠牌 當然最好是同一個機型 這是最好的 那如果真的沒辦法同一個機型的時候 至少也要同一廠牌 避免顏色上面的問題 就是說萬一切換畫面的時候 你會發現顏色亮度跟最主要的基礎顏色不太一樣 再來第二種就是說對擺 對擺這部分可能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當然如果是在室外場合那也就算了 那大家就找一個比較正常的白色 大家說機器一次對好 那當然是最好的 那如果是室內的話 會建議各位請場地主 或者是有燈光影響的話 請燈光將一般標準的燈光打開 不是那種西彩尼虹的那種 就標準燈光打開 然後大家統一對白 也就是說讓所有攝影機或者是相機 能夠有一個基礎的標準顏色 如果採取所謂的一般機器 如果說你們不知道的話 採取自動對白的話 那有可能顏色會比較容易跑來跑去 這是最基礎的一個標準 接下來就是聲音的部分 那當然如果多機出去的話 大部分一定會有一台主要的收音 回來讓其他的機器可以好對位 然後再來呢 為了要讓後置方便的話 那可能需要有一個統一的標準 所謂統一的標準就是一個對位的基準 比較常看到的是會用所謂的聲板 就是用聲音對位的方式 聲板的話那就是在同一個場合裡面 然後大家用一個能夠高頻的聲音 譬如像說拍手之類的 到時候後置可以好找一個位置可以對位 這是叫聲板 當然也有人用打板 因為打板的那個木頭一敲下去的時候 也是會產生一個高頻的聲音 那也是相同的方式 那再來呢 如果說 聲板對完之後 當然還有所謂的對動作 不過對動作的機率可能 就並不是非常的大 因為 我們會做多機的話 我們是原則上希望 我們有一個名稱叫做KeyBlow KeyBlow 它就是說 對好之後 通常機器就不再關機了 當然如果遇到所謂的 電池沒電 或者是 記憶卡 或帶子沒有了 那當然這中間 可能會有換帶子 換帶子或換記憶卡 甚至換電池的一個中段時間 那當然這個部分 就要再重新對位一下 當然也有 我也有遇過剛好三台同時間 因為他們可能是用相機拍攝的 所以三台同時間跳掉 所以 那個時間點就比較難 後續時間 因為已經 活動開始了 所以不可能再做任何其他方面的一個對位 所以就只能找現場 相似的聲音 來去處理 其實多機最難的是一種 就是 很多機器 但是在不同的場 一個範圍很大 然後不同場域 這時候要合在一起撿的時候 那這個難度就相當的高了 因為 它並沒有一個對位的基準 那當然如果有第三方的 效震軟體 效震的硬體 來去做處理的話 那當然這是最好的 沒有的話 這份工作其實是相當艱巨 好 我們現在考慮的 剛剛講的是前端 所以呢 要做多機的話 必須要前端能夠 做好 配合 不然的話 到後製來說的話 它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動作 那當然 一旦所有的東西 對完畢後 其實就相當容易了 在於前端有沒有做好先前的一個 準備 那當然 所做的任何準備 當然就是以後面 你要做多機 剪輯的時候的一個方便性 當然如果前面都沒有做這方面的話 那這個多機要剪下來 可能光對位 就會耗掉比你剪輯的時間還要多了 好 那我們來談多機的部分 好 我這邊有幾個素材 那 如果各位 要練習的話 因為 取決硬體的關係 建議你們 如果有多機的影片 要練習 那請把它降轉到 一般的SD的畫質就好了 那當然 如果是以工作需求的話 它是HD的話 那當然無妨 那表示你的硬體應該是很夠 如果不夠的話 那多機一次抄下去的話 那影片可能會不順 好 那我們練習 我們就採取一般標準的 一般標準的 就是 720 480 就是 至少 跑 多跑幾軌 還不會延遲的狀態 好 那多機在哪裡呢 我們來看一下 多機 在我們這個 模式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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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式裡面有分為 多機模式 那當然這個是快捷線 就是F8 然後還有一個 機位的數量 可以到16機 但是 原則上應該是15加1 就是一個監視畫面 15機 但是 會做到15機 恐怕現在應該 這個電腦要跑得動 應該會有點困難 而且應該也沒有人做那麼多的 數量 好 通常應該 3機 或者是5機 應該已經差不多飽和了 已經飽和了 好 同步點 好 同步點的話 這個就是它提供了一些 對位的方式 對位的方式 當然 平常它是一個 不同步的狀態 然後你也可以利用 時間碼的方式同步 不過呢 這個 有點多餘了 因為時間碼它是連續的 即使你中間斷掉 它也會從斷掉那邊再接續 但是呢 問題是大家斷的時間不一樣 所以你的時間碼 在我們一般標準的 攝影的時候 它是沒有太大作用的 因為 怎麼對也對不起來 好 因為時間碼雖然連續 但是它是以 錄製時間為連續 你中間斷掉的時間都不算 好 所以呢 萬一你今天用的都是 所謂的相機攝影機 CDS 然後呢 也不是Keyball的狀態下 然後 Record 關掉 那個時間碼 不可能對得起來 好 不可能對起來 除非你有第三方的一個 效證軟體 然後第三個 錄製時間 錄製時間 這個方式是 比較偏向於 Sony的機器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 我有試過 像譬如說 當然以Sony機器來說的話 那當然 他們做所謂的 錄影的東西已經很久了 好 大部分的攝影機 都有錄製時間 所謂錄製時間 並不是 像這種的 這個 所謂的錄製時間 並不是這個 這個是銀 要說這個也是沒錯啦 但是呢 可能會有一點 不太一樣 好 所謂的錄製時間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一般按滑鼠右鍵 好 錄製時間日期 這邊 空白的 雖然它有標準的 幾月幾號錄製 好 這邊都有 它是 呃 2016年 好 然後3月 應該是3月時候錄的 好 3月時候錄的 好 那問題是 在這邊 它並沒有 訊息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Canon的 攝影 相機 好 這是Canon的嗎 這好像是Sony 這好像是Sony的 這邊有 好 這邊有錄製日期 那這個就可以使用 好 就可以使用剛剛我說的這個 錄製時間 好 好 這個沒有問題 AVC的奇跡 這應該是Sony錄的 沒有錯 好 這Sony錄的沒有錯 嗯 這個的話 Movie的話 這個應該是比較接近 蘋果的 Predis22的壓縮格式 這個應該是BredgeMagic的那個 口袋機拍的 這個也沒有 好 那Sony的機器的話呢 大部分都會有 好 所以呢 如果你要採取這個模式的話 並不是每一台機器都有 但是這個有如果你用錄製時間的話 它有一個好處是在於什麼地方呢 好 在於說 你今天 在一天以內 記住是一天以內 跨天都不算 一天以內 你 比如說我12點開始錄 可能我錄了一分鐘之後 就關機 然後呢 12點5分再錄 可能錄個幾秒鐘再關機 它會按照你錄製的時間 去拍攝好 好 這個我待會會做給各位看 好 它的這樣方面的話 等於說你一天的時間 你錄 你不同時間錄 它就會按照這個時間序上面去做一個排列 你只要把 找幾個能夠 對好的位置的點 對好之後呢 那相對的 那 錄製時間其實它是還蠻準的 好 那這個是Sony的優勢啦 那至於為什麼其他的機器 不一起 有這方面的功能 那當然我也不曉得了 好 當然這裡面像 聲音對位的部分 它好像是沒有 好 但是在Permel CC裡面 有做聲音的對位 但是 通常我發現 好像都對的不是很準 好 對的不是很準 但是我建議各位 如果你要在EDIUS的話 做聲音對話 當然一種是手動 好就是自己來 另外一種就是 有那種類似像 紅巨星 好 裡面有一種聲音對位的一個軟體 好 那當然要看你的版本 那如果說你的是EDIUS3 3點多版以內的都可以使用 如果你的是EDIUS7以上的 然後建議我會用 用所謂的第四版 好 就是一個紅巨星的一個聲音對話軟體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來去做所謂的多機 好 好 這裡 這裡 這個待會我再跟各位談 好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 如果是今天 我們是使用所謂的 好 這裡是雙機 好 它是配這一個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一般我們做雙 做多機要怎麼弄啊 好 各位有沒有聽到的那個東西 那個東西叫森板 好 我先把它砍掉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二台 我們來聽一下 好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森板 它只是利用鼓掌這個方式 讓機器去對位 那我只要對好前面這個森板的部分 好 那森板都會有一個突破 突破 好 突破對好之後 其實大部分都順了 好 這樣應該是對的 對到了 好 好 我把聲音降小一點 免得吵到各位 然後現在應該是 應該是聲音差不多了 吼 調到60 好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那沒有錯 聲音 並沒有所謂的延遲 齁 如果你有稍微延遲 一格兩格 你就會聽到類似Echo的聲音 好 如果沒有的話 那表示你對位是正常的 好 那對完位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去做多機 很簡單 這個可能沒有還簡單 就直接按多機模式 這樣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現在 因為我只有兩機 所以我只要一二 好 它這邊有分 機位數量 好 你可以挑這樣子 好 但是因為這樣子 各位 我們有時候識別上面 會有一點落差 所以我把它開啟 三機 好 我們就用三機 它因為至少螢幕大小 好 有變化 這樣跟我們看的會比較清楚一點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做 很簡單 這次只要在螢幕上面 點選你要的畫面就可以了 5 4 3 2 好 好 那如果說你今天 中間你切換的點 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可以把它移回來 好 這邊 看你要哪邊重新開始 繼續 好 那它就會做修正 當然如果你 覺得你要直接手動的話 當然就可以直接壓這個點 好 也行 好 甚至呢你臨時要換畫面的話 也可以 比如說我這個畫面 我要換成其他畫面 我要換成其他畫面的時候 有沒有 它就會跟著換 好 類似這樣 就直接跟著換 一種當然是你可以倒回來 再來一次 好 那當然它所經過的地方 你如果有重新點選的話 它就會做修正 另外一個 那直接 調整位置 好 那我調整這個切點 一過來就好了 甚至你這畫面要換 直接換過來就可以了 好 其實很簡單 那就按照節奏 按照你的節奏 裡面去做調整 好 這個是最簡單的一個方式 好 接下來呢我們來看一下 試機 好 那如果說我們要做其他的方式 我們當然要記得要把它調回來 好 我就是按F8就好了 好的 按F8 這個 這個對位方式其實就是 標準的升版 因為它只有一首歌 所以它不會像說 有其他方式去做 對位的動作 好 你只要前期做得好 後面要對位就方便了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另外一個 好 比如說 這個製作心 那這種部分 因為它的已經 呃 已經處理過了 所以我就不需要對位了 因為它是同時接入的 好的 好的 你發現 升波其實都一樣 我根本就不需要對 這是比較最簡單的方式 好 因為 這是從副框裡面出來的影片 好 所以 我就不需要採取任何方式 我只要留下一軌就好了 我只要留下一軌聲音就好了 其他的我把它關掉 好的 那我們這個部分 我們要怎麼去做4G呢 其實不管你幾G 做法都一樣 好的 那我們現在把它改成模式 改成 呃 4G的話 它4G沒有監視器 那我就用5G囉 5G的監視器 好的 然後呢 開啟我們多機模式 你也可以按F8 直接處理就好了 好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8秒 1 6 5 5 4 3 2 4 欸 錯了 Program應該是 這一集才對這1啦齁 看錯地方了 1 6 5 4 3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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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切好之後就可以回頭來看 當然你可以直接在這個狀態下去看 像這樣就直接切換 當然你也可以回來我們這個模式裡面去看 這是已經完成切好的方法 如果你覺得中間上面切換有問題 你都可以隨時按FR回來重新製作 或者去做一個畫面上面的調整 像譬如說這個點我們就可以來去做一個調整 那曾經有學生問我說 那我如果要在這個狀態下去做所謂的融接 就是影片我切好了我想去做融接 或者是什麼樣的方式怎麼做呢 那當然你直接在這個狀態下要做本來就很困難 為什麼 因為你的位置都不一樣 有沒有發現位置通通都不一樣 那怎麼做呢 其實它有提供一個功能 其實還蠻好的 那就是把你要的地方 你可以mark起來 你如果沒有mark 那就算全部了 譬如說我這個地方我把它mark起來 mark就是I跟O 這邊都有標記 設置入點跟出點 那在多機的狀態下 記得 我來看一下標記 不是模式 模式 這裡有一個叫做壓縮到彈移軌道 有沒有看到 在這裡 在這裡 你只要把它打勾 不是打勾 開啟 好 跑到外面去了 然後呢你看一下它這裡有 建立一個軌道 因為我現在四軌道都用了 它會多一個軌道 然後呢 這個不打勾的話 它就是 全部都算 全部通通把你做好 那如果你只有 因為你後面可能還沒有 做裁切的時候 那我只要這一段就好了 那我就可以 在入點跟出點之間應用 確定 你有沒有發現 它全部通通 在上面多一軌了 平常你要繼續在做裁切的動作的時候 那沒關係 沒事就把它關起來就好了 那如果OK的話 你就像這裡 我隨時要去做融接 都可以 有沒有看到 我當然 我現在壓的是快捷鍵 甚至你如果萬一中間要換畫面的話 你仍然還是可以去做換畫面的動作 換好之後 記得要把東西移上來 或者是你乾脆就把上面這一軌 全部Delete跳 再讓它重新壓縮一次 也是一種方式 好 那你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這樣的點 好 對 我回來我的標準模式 好 有沒有 它有一個融接的狀態 如果你要做任何的效果 都可以來做 好 但是原則上 就必須要把你壓縮 壓縮到 好 壓縮到單一軌道 這個狀態下是無法做壓縮的 記得要回去所謂的多基模式 好 多基模式 自然它就會壓縮成單一軌道 好 記得要在多基模式上才有辦法做得到 好 再來一點 我剛剛我們還沒有談到說這個部分 好 顯示多攝影機的模式 好 這些呢 是應用在什麼樣的狀態下呢 也就是說萬一 萬一 萬一因為你的軌道 譬如說有4G、5G 軌道有可能跑不太動的狀態下 記住 跑不太動的狀態下的時候 我當然建議各位可以用跳隔這種方式 好 那當然這些 應用視頻濾鏡顯示軌道名稱 這些我們都會打勾 好 預設值也是都會打勾 好 那我們當然這個不便 我們唯一要談的就是這裡面有一個叫做跳隔的動作 平常它是沒有 沒有 當然你現在看到的畫面是流暢的 因為 我的還跑得動 萬一各位今天使用HD的時候 你發現因為硬碟的轉速啊 CPU的狀態啊 沒辦法讓你看得很順的時候 也就是 畫面 好 比較沒力的狀態下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跳隔 也有一點像抽隔的方式 來處理 讓畫面 稍微順一點 我們要做裁切也比較有感覺 好 譬如說 萬一我這個東西跑不動的話 我讓它跳兩格 各位可以看一下它是什麼一個狀態下 先把這個關掉 好 有沒有 它畫面會 就是幾乎每一秒的畫面就會被拉掉兩格 好 那當然就是可以減輕你多機的負擔 那如果說萬一這個狀態下你要去做切換 當然它是會比較 呃 你如果看畫面的話 至少說它不會影響 其實影響不會太大 那萬一真的再跑不動 那我們可以再繼續 跳格 那我們讓它跳多一點 十格 你就可以看到畫面 有沒有發現 有沒有發現 對啊 我們今天是電玩美少年 好 類似像這樣 畫面雖然它會用跳格 但是聲音它是順的 所以呢 你可以利用聲音 再加上螢幕上面的輔助 來去做切換 好 這個是因應你的系統效能不太夠的時候 因為 各位知道吧 一個影片現在 在行不囊當就是50幾枚 我是說是一秒 一秒鐘 50幾枚 因為要高畫質嘛 50幾枚甚至好一點的 到100枚都有 那你也知道 硬碟轉速一個SATA3 7200轉的話 頂多就是跑了100多而已 那你一個影片已經100枚了 那萬一你今天要剪3G至4G的 影片的時候 你覺得100多枚的速度能跑 同時間跑 跑4個嗎 一定有問題嗎 一定有問題嗎 那當然我們一種就是 利用抽格的方式 另外還有一種就是 可能下次要談的 D6碼的方式 就是用這幾種方式 讓自己的影片 跑得比較順 那相對減的話 也比較不會覺得 越減越火大 所以呢 如果萬一各位的系統 解不順的話 那當然 你可以採取 所謂的跳格的方式 來去做處理 當然 如果你要正常看的話 你就按5就好了 它就是正常了 有沒有 好 這只是要方便你 讓你在採切的時候 能夠順的 一種方式 用跳格的方式 好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所謂的 呃 時間碼就不看到了 因為時間碼的話 時間碼的話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東西什麼叫時間碼 好 它的時間碼 好 應該在影片訊息 這邊 有一個開始時間碼 有沒有 01 41 42 17 然後呢 持續21分15秒 然後呢 它下一個畫面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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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看 看到 就是它剛剛的時間 加上21分 就是現在目前的 開另外的開啟時間 好 等於說它的時間碼 其實是連續的 沒有問題 問題是它錄製的時間 其實是沒連續的 所以時間碼這個東西 在外拍的方式 來去做多記的話 是顯不通的 好 除非你有第三方的東西 好 所以同步的部分時間碼 是比較沒有的 那錄製時間的話 那我剛剛已經提過了 這個部分 只有Sony 才比較有辦法做得到 其他機器目前 好像並沒有這方面的功能 當然 期待以後的機器 能夠有 大家一起有這個功能的話 對我們來說 它是一個利多 那至於說 這個部分 我們要怎麼對呢 我先 按到回來這邊 好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們這邊 就是從最基礎的開始 好的 呃 這個是 看一下 好 這個是 某一天下午 好 我們來看一下時間 所以 時間是 下午5點22分 08秒 好 錄的 好 我們用錄製時間 來去做對位的話 是怎樣對呢 好 第一點 你可以先全部 全選 好 全選 然後記得喔 這邊 同步點 記得改成錄製時間 好 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 按滑鼠右鍵 然後把它擺上去 記得不能直接用拖拉的 拖拉沒有作用 你要從這邊 添加到時間軸上面去 但是 你要發現 很奇怪的是 那 沒有用啊 它還是接起來啊 對 因為我們要做的是多基 好 多基的對位模式 所以你在一般狀態下 它是沒有作用的 好 記住 除了同步點改成錄製時間外 開啟你的多基模式 然後呢 再來一次 添加到時間軸 記住要從這邊 好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我們先把它看看 它會你看 這邊 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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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它跑到第二台的話 表示這個畫面 有點問題 好 這個畫面是剛剛製作性的 沒有刪掉的 我還以為有多有問題 通常如果它對不嘴的話 它就往上加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下午的五點二十二分 各位記住 五點二十二分 然後錄了 錄了大概將近有三分多鐘 好 錄了三分多鐘 那我們算一下三分多鐘 就是五 五點二十五分左右 5點二十五分左右 好 那這裡面 經過了這一段時間 就表示這一段時間 我們並沒有錄影 好 它大概有多少時間了 這裡 好 大概有五分多鐘 並沒有錄 好 有沒有這邊有五分十七秒 沒有錄 好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屬性 有沒有發現到 好 剛剛這邊是下午五點三十一分 五點二十二分 錄了三分鐘 開始錄 五點二十二分 錄了三分鐘 之後大概五點二十五 然後中間經過五分多鐘 沒有 所以呢 五分多鐘後 它開始錄 所以它中間其實 隔了五分多 它就是利用這種模式 好 來去編排你所有的錄製畫面 所以說如果萬一今天你都是Sony的機器的話 你可以 利用這個模式去做對位 即使呢 講難聽一點 你即使三台攝影機在不同的地方 錄影 你都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可以知道它同時間在做什麼事情 好 那當然我們可以利用還有一種方式 當然 這個隔天就沒作用了 因為它的範圍就是 以同一個日期 來去做 處理 如果我是不同日期的話 那建議你再開第二個序列 那一樣 好 那我們這個 這一軌如果弄完了之後 那我們就是開始看下一軌 好 那各位你有沒有發現 它的聲音並沒有進來 沒關係 到時候我們就開VA軌 它就有聲音進來了 這邊加一個VA軌 好 把這個 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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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是VA軌 好 那我另外選擇一個 4 這個時間上又有點不太一樣 好 我少一個時間上比較接近一點 這個大概5點39分 好 那我選擇 這幾個 好 當然這個是不同天啦 它不是以日 它是以後面的時間為算法 添加到時間軸 有沒有看到 好的 這個有點問題 好 對好 邏輯模式 剛剛忘了開 所以大家就擠在一塊了 有沒有看到 這裡 有沒有看到 好 那我這次模擬啦 因為本來就不一樣 好 那這個之後呢 我們要做的是什麼 就是找某一些影片 跟你 下面同一天的影片 類似的場景 然後或者是可以對位的方式的時候 好 建議各位 會再開另外一個方式 再開另外一個軌道 然後呢 譬如說 我今天要找它對位 好 那我們的這一個畫面 跟它的某一個畫面 其實我可以找個相似的地方 可以對的起來 那我就是複製它 我到上面去 不對 到上面去 找個地方 去跟它對 對齊之後呢 欸 好 譬如說這個地方 跟我另外一集拍攝的畫面 其實位置是一樣的時候 那很簡單的 我只要把這個位 不要把這個地方 全部全選 然後移動到 好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等於是說 好 所有的影片 各自不同時間錄製 但是如果你要做多機的話 你只要找到一個相似點 對好之後 其他的部分 都應該會很 都應該就沒問題了 等於說 同一個時間 即使你在不同位置的話 你可以利用這種方式 去做任何的一個對位動作 那當然這個部分 目前我知道的就是一些 Sony的攝影機才有這個功能 不過也不是每一台攝影機都有 或者是相機都有 但是至少我知道的是 你只要不是開4K的狀態下 你如果是Full HD的話 或者是一般的SD的狀態下 都沒有問題 4K的話好像 就像 我就上次有一次 有用一個EX 然後呢 另外一個那個 RX10 還有一個 A7 S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 AX100 然後呢 AX100是錄4K 所有的畫面裡面 都有這個錄製時間 那唯一沒有的就是AX100 為什麼 因為好像我們是錄4K模式 它這個功能好像就不見了 但是一旦我們把它 一旦我們重新把它開成HD錄製的話 它又有了 那這也是什麼樣一個回事 那我們無法回答你 但是至少說 如果在HD的狀態下 又是Sony的機器的話 你可以利用這種方式去做 對位的方式 這是一個蠻好的對話 即使就是剛剛說的 即使是不同場域 或者你的場域很寬 沒有聲音可以對位 好 然後只有某一些 東西 可能因為大家在拍攝上面 有交集的時候 那你都可以利用剛剛這個模式 好 錄製時間的模式 好 來去做 那當然現在我們最常用到的 還是聲音對位啦 聲音對位 那聲音對位 我們在以HDX來講 要嘛就手動 要嘛就要利用第三方的軟體 去做對位了 再來就是 呃 或者是 還有一種比較投機的方式 那投機方式當然 各位可以試試看 好 就是 你可以去Premel CC CC 裡面有聲音對位的這個 呃 功能 你對好之後 你全部對好之後 萬一你想要到一滴的時間的話 你可以輸出成 我們來看一下 輸出一個 共同的模式 那個 Final Cut也可以用 那個叫做 欸 這邊沒有 就是 XML Final Cut XML 這個模式 這個模式 有點像 有點像 交換的專案檔 不過 EDIUS無法輸出這個模式 以EDIUS 716是無法輸出的 但是它可以匯入 也就是說 你在Premel CC裡面 輸出 就是輸出其他外面的專案 那它有一個XML XML 這個模式 只要你在這個對位對好之後 你輸出這個模式 你都可以用 你不管你在所謂的 達文系的 調光調色的軟體 或者是 Final Cut 或者是 EDIUS 你都可以利用這個模式 把它叫進來 那叫進來之後呢 叫進來之後呢 它就會 乖乖的 一樣 就排好了 你在Premel裡面是什麼狀態下 它就是什麼狀態了 就可以做一個排列的動作 這是利用其他的軟體 來去達成我們對位的目的 當然如果這是萬一 你有相關的Premel軟體 然後又不想去買 聲音對位的軟體的時候 就可以利用這種方式 那當然至於 CS6有沒有聲音對位 我好像沒有太大印象 但是我知道CC有 那以後如果查證的話 再跟各位提 好 多機作業不外乎就是 對位 然後之後剪輯 剪輯之後呢 然後 就像你說 該做什麼效果 我們做好之後 接下來就是輸出 所以裡面 只要對位玩 對位 多機模式 只要對位玩 其實其他的後續方面 就會比較簡單一點 然後現在因為 很多在拍攝婚禮 或者是活動的話 都會採取至少2至3機的模式 去做錄影的動作 那各位如果說 錄完影之後 要做多機的話 那先前工作請各位做好 後面我們 後面你如果做後製的話 就不會 胡天搶地了 好 那我們今天 談多機的部分 就做到這裡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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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